科技绝对是未来的风口 每天在路上疲于奔波的人们 有幻想过未来的交通工具是怎样的吗 到底能不能把我们从水深火热的车笼救出来呢 今天五金小时为你带来 未来的交通工具 兵士推出了一辆超级疯狂的概念车 据说是从阿凡达取代灵感 从外表上看车身的设计非常酷炫 车门是全透明的 给人更广阔的视野 街边的风景真的是尽收眼底 与大自然更加贴近 车顶后方的位置 还有33个鳞片一样的东西不停开合 设计师称它有三个功能 第一可以根据空气气流变化方向 在空气动力学的原理 能够减少阻力与摩擦 第二这是一种乘客与外界的沟通方式 可以给后方的车子提示 车子是否要提速刹车转弯 第三点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一辆车子居然还有心情上的变化 因为在设计师看来这辆车就是活的 开合的鳞片和灯光颜色的变换 反映了车子的喜悦乐 所以这辆车子也被称为生物车 它的轮胎也与常规的不同 周边是绚烂的蓝色光带 在马路上行驶 科技感爆棚 设计师说明这种轮胎可以分开操控 而且更软更温和 就像动物的爪子一样 所以车子还可以做到像螃蟹一样 抓着地面向横移动 而车子内部就是整辆车子的重点所在 车子的内部是白色的 包边的银蓝色的光 一坐上车 你不会发现任何的方向盘 脚底也没有离合器或刹车器 坐上车整个人就真的是舒服的躺着 因为车子的操控全屏 中控台的生物感应器 驾驶员必须把手放在控制台上唤醒车子 人工智能探测到驾驶员的呼吸和心跳后 就会立刻启动 而车子的驾驶也可以解放双脚 只要把一双手放在中控台像滑鼠标一样轻轻移动 车子就会根据手势的方向形式 驾驶这辆汽车真的给人一种在玩电竞游戏的错觉 把手举起来在空中左右摇摆 车子看到的风景 除了反映在车子内部的智能面板外 也会反映在手掌上 显现出各种别致的符号 做到某种程度上的人机合一 为了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 建造车子的材料也采用了许多环保材料 比如海洋垃圾等对环境更友好 车子使用的电池堪称是革命性的技术 电池采用了复合材料 不用稀土和金属可以完全被回收 别看电池很环保 但它的动力一点都不逊色 充电15分钟就可以轻松续航700公里 这样新的设计 真的不得不佩服设计师的超级脑洞啊 车子太小 每次买了东西就做不了人 位置变得急急哀哀 怎么办 别担心 你的困扰已被奥迪解决 最近奥迪推出了一款类似于变形金刚的概念车 出看 大家肯定会以为这是一辆普普通通 长得比较大气沉稳的双门敞篷车 从车门一开始就不简单 车上没有手把 你需要轻轻把手放在车门滑动一下 车门才会开启 给人一种芝麻开门的仪式感 车子内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占满前座的超长显示屏 可作为控制台 还可以让你在漫长的旅途中畅想电影 你也见不到任何的方向盘 脚下也没有离合器 刹车器 只需要在控制面板上输入好你想去的地方 车子就会自动驾驶 实现意念操控 解放双手 双脚 然而当你想要过一过车神的影 只要从长途旅行模式切换到运动模式 就能在赛道上厮杀 方向盘踏板人就会突然冒出来 赛车手的氛围直接拉满 而且注意到了吗 当方向盘靠近人体时 座椅也会往前移动 其实是因为这辆车能够伸缩自如 在长途旅行模式时 车身长度为5.19米 切换到运动模式时 车身长度就会缩短至4.94米 颠覆了车子的基本框架 车头车尾的灯光也会随着模式切换而变化 效果看上去未来感十足 车市采用了斗式环保设计 比如安慕与合成皮革灯 是毫不影响车子收华贵齐的定位 动力部分搭载单一一组后轴驱动的电动马达 这样弹性灵活的车子 你心动了吗 大城市中车子每天熙熙攘攘 每堵车一秒钟都是在浪费生命 每排出的一点废气都是在消耗地球的寿命 在未来的交通工具中除了自动驾驶 还有一个进化方向 那就是小便捷 节能减碳 意大利的一个设计师就推出了一款电动三轮车 从外表上看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型钉书机 车身采用了木质和碳纤维材料等环保材料 汽车后方还有一个小巧的后备箱 收纳物品不是问题 而这款三轮车是不烧油也不耗电的 那它的动力是怎么来的呢 三轮车的顶部安置了一块120W的太阳能发电板 可以续航75公里 达到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 那阴天不是不能驾驶了吗 放心 设计师不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考虑到现代人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这款三轮车是可以通过脚凳加电力进行双重驱动的 不会让你尴尬的停在半路不知所措 同时一边锻炼身体 悠哉的享受美景 完全不受堵车干扰 还比一般自行车的性能更好 免受日赛雨林又能享受一人的时光 未来的世界人类的征途除了星辰就是大海 大海一望无际 神不可测 要到海底探险 就要有这款Deep Flight推出的蛟龙号私人潜艇 不仅性能一流 安全保障也是顶尖的 这是一艘四轴推进的飞行潜艇 外观库斯飞船 有两个座位 每个座位都有专属的气泡玻璃驾驶舱 这个潜艇只有5米长 重1800公斤 在潜艇中算得上体型娇小 最大下潜深度达330米 它搭载了Deep Flight下潜管理系统的专利技术 可以实现傻瓜式操作 也就是说 即使我们完全对潜水艇一蹺不通 外部人员也可以帮助我们远程操控及监控潜艇 大大减低了驾驶难度系数 以传统的潜艇不同 蛟龙潜水艇完全靠电力驱动 充电2小时就可以在水下探险6小时 而且只靠4根推进轴 就能实现以每4海里的速度 显示你的海地王国 它在水下航行产生的噪音非常小 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 也不会吓跑海洋凶物 保证驾驶者的水下观赏体验 如果因故障导致潜艇引擎关闭 潜艇还能凭着固定正浮力 自动浮上水面 并担心葬身海底这样的惨剧发生啦 美国Urban的公司推出了黑鹰单人飞行器 可以实现所有普通人的飞行梦 它号称是全世界最便宜的电动飞机 一台飞机的价格约等于一辆SUV 更厉害的是 驾驶这辆飞机完全不需要飞行执照 只要培训两天就能轻松上手 它可以承重大于100公斤 机身由8台发动机驱动 最高可以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行驶 因为具备垂直起降功能 所以完全不需要跑道 起飞降落都非常方便 简直就是通勤神器 但是那么轻的飞机万一遇上意外怎么办 别担心黑鹰配备了自动驾驶系统 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自动降落或自动返航 还有降落伞作为第二层保险 Uber和美军直升机供应商贝尔联合研发了一辆空中出租车 计划在2025年之前改变现有的交通模式 缓解陆地压力减少出行浪费的时间 并发展空中交通网络 这辆飞天出租车可以容纳5人 总重量达272公斤续航1小时 相较于传统飞机的动力系统 这架飞行器采用了混合电力推进系统 这意味着飞机可以飞得更远 载重更多 然而目前空中出租车仍是一个概念 目前展示的也只是样本 还有很多技术 概念等待破解 你期待空中出租车的问世吗 除了Uber Archer也不甘示弱推出了全电动垂直起降飞机 抢占空中出租车市场 可以搭载两名乘客 而且还可以自动驾驶 只要通过控制台设定好目的地 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翱翔天空 与黑鹰一样 它具备垂直功能 而是河地都能起飞降落不需要跑道 最高飞行时速达每小时150英里 也就是原本一小时的车程 可以直接缩短到15分钟 只要充电即可投入使用 所以它不仅能节能减碳 为绿色出行做出贡献 每英里的价格也极其合理 目前定在3至4美元之间 算起来比乘达Uber更便宜 虽然在时速略逊于大悬翼机型 但它比传统直升机安静100倍 噪音只有45分贝 比冰箱发出的声音大一点点 不要担心被噪音骚扰 据说它的航班将在2024年开通 而且原本的二轮座也会扩充成四轮座 大家想尝试看看吗 你最喜欢哪个交通工具呢 记得在以下留言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订阅几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会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 记得订阅哦